具有人文历史特色的绿川在重新整治之后将在农历年前完工 而台中市政府水利局除了打造台湾第一个水岸品牌 再造河川异象之外 更筹办川游不息绿川展2018创意策展 汇集十多位艺术家 从味觉、触觉、视觉、听觉等五种感官 以不同媒材表现绿川的无感印象 呈现浓厚的在地创作还有环境意识 希望让民众用身体感官感受绿川的流动 依照流水意向摆放而成的图画 每衣服都代表绿川的不同样貌 具有人文历史特色的绿川在重新整治后将在线风华 而市府也在台中市一所举办川游不息绿川展2018 要让大家看见这条母亲之河的重生 透过这些艺术家跟文化工作者 他们赋予他五种感官的一个呈现 从包括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到触觉 每一种绿川的元素都在这里面呈现 我觉得看得很感动 汇集十多位艺术家从味觉、触觉、视觉、听觉再到嗅觉 以不同媒材来表现绿川之美 不只呈现浓厚的在地创作特色和环境意识 也希望让民众用身体感官感受绿川流动 一个河川透过这样子生命的转换 让过去的历史跟现在的年轻人有了对话 我想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那很希望像这样子的展览可以有多一点的台中市民来看 也希望接下来这整个绿川真的就像加龙写的这样子 穿穿不息的人流跟生命流在这里产生 那这个展览呢我们用的是跟有点女人画的把绿川女人画成是一个 类似像是一个人的舞感 然后用视觉、听觉、味觉、触觉等等这样的一个方式 去呈现这个整个策展的一个风格跟想法 用绿川的水做成墨水 再书写成明信片 展览即日期展出到3月11日 一场融合真实与想象的河川旅行 不光是让大家看见全新完工的绿川 也是唤起老台中人对绿川的记忆 记得张伟玲 台中采访报道